馬拉威有一位白化症的音樂家 最近希望透過自己的新專輯以及紀錄片 加上他由美國流行天后馬丹娜的加持 能夠換取更多人對白化症患者的關注和認識 因為該國人民都是深膚色 白化症患者就成為一般人眼中的妖怪或是病態 因而無辜遭到殺害喪民 馬拉威音樂家齊格萬達里 在歐盟駐馬拉威大使的家中 表演自己獨一無二的創作 事實上他的音樂生涯最近才受到矚目 到大使家中演出之前 他這段街頭演奏的影片 在社群媒體上傳開 被瑞典音樂製作人看到了 現在預計九月齊格萬達里 將要推出新專輯 五月的時候 由美國流行天后馬丹娜製作的紀錄片 《拉薩路》 便是以罹患白化症的他 從事音樂創作的故事為題材所拍攝 並於今年五月 於紐約翠貝卡電影節首映 他還獲得顛覆式創新獎 即使如此 身為白化症患者的他 在馬拉威的生活 卻是飽受威脅 非洲國家馬拉威 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深膚色 像齊格萬達里一樣罹患白化症的 約有一萬人 幾個萬達里的兩個小孩也是白化症患者 他們全家都生活在恐懼中 2017年 他在里朗威購物中心街頭表演時被誘拐 並差點遭殺害 幸好及時逃出 自2013年起至今 馬拉威白化症病患有26人被謀殺 在坦尚尼亞 也有白化症病患被認為使用巫術 而被活生生砍掉身體的某些部位 齊格萬達里希望自己的故事 能透過新專輯紀錄片被看見 讓人們對白化症有更多了解 齊格萬達里的音樂融入宗教及傳統 也唱出白化症病患的新聲 希望音樂的力量能引出人們心中的愛 將羞辱與歧視化解 記者黃韻玲報導